5,000 萬像素的主鏡頭 和 800 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可以放大很多 跟剛才主鏡頭拍的 JP Morgan 的字 可以放大一點 畫面有很多車追著 特效、火花之類 這些來說 仍然可以看到它的 指揮度 它沒有Lag 大家好,我是Benny 今天Benny會為大家介紹 由小米Poco系列所出 Poco M4 Pro手機 今天Ben 為大家開箱 由小米最新出 主打年輕人市場的 Poco系列 Poco M4 Pro 5G手機 合面鮮黃色的設計 有別於小米純白色的包裝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來個開箱 好 一開始未見部機 應該是保護套 沒錯 也不像小米一罐的做法 送保護套 沒什麼特別 接著是說明書 這次還有機身貼紙 也蠻漂亮 接著是主機本身 最後才看 接著是充電器 這次充電器是33W 33W都屬於快充 據稱充電時間 由零到一百 只需要59分鐘 充電線 也是快充 好 接著就可以開機 這次Poco M4 系列 有三種顏色 分別是藍色、黃色 以及我手上的黑色 機身是不沾指紋 機背是有經典Poco系列的標誌 機身是有實體指紋解鎖 今次來說是有實體雙喇叭 機身左右面都有 而CPU方面 就是採用天璣810 6納米製程 今次是支援雙5G SIM 卡 還不只 如果只有一張SIM 卡 另外那個位置可以插一張SD 卡 而那張SD 卡是可以去到1TB 如果你拍照、拍攝 movie 1TB 就很夠用 而今次畫面來說 屏幕達到6.6吋 FHD Plus 也就是說 解像度去到240x1080 那麼厲害 還是Dynamic Switch Display 可以自動幫你去切換 50、60和90Hz的Display 從而幫你省電 而電池容量去到5000mAh 支援33W的充電 0到100都 只需要59分鐘 充滿電 5000萬像素的主鏡頭 還有8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一般的雙用攝影 夠了 這個就是閃光燈 下面這兩個圈就是裝飾 而機頂設置有紅外線發射 方便我控制家裡的電視 有NFC的功能 方便我查詢到八特通的情況 今次還配備了 只有高階機才會有的 X軸線性馬達 打機的時候 就有更加好的體驗 還有還有還有 而今次來說 這部機是繼續有3.5mm的耳機插頭 可以用一些漂亮的耳機 還有這部手機 是有內置收音機的功能 不需要在上網的情況下 都可以用到收音機 我們試試它 收得很清楚 不需要WiFi的情況下 這部你可以當作一部收音機 而這部手機 依然可以跟Google完美兼容 例如我要去看YouTube 基本上沒有難度 Gmail也沒有問題 甚至乎機身已經預載了Netflix 好了 究竟這部手機的攝影效果如何 我們現在出去試一試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中環了 來到中環 我們試一下 在一個陽光充沛的環境之下 究竟這部手機 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廣角鏡 看看是怎樣 城市景 在一個陽光充沛的環境之下 廣角鏡的解像力 是上算可以的 好 JP Morgan的Logo 這裏隱約可以看到 接著我們再試一試 它的主鏡頭 主鏡頭同一個位置 再拍一拍它 看分別如何 主鏡頭相差很遠 JP Morgan現在已經清晰了 畫面的解像度大大提升了 你看到中環的線條已經清晰了 再來一個五千萬像素 五千萬像素 五千萬像素 可以放大很多 因為跟剛才主鏡頭這樣拍的 JP Morgan這個字 是可以放大一點的 OK 那個清晰度 不相百眾 其實我覺得跟主鏡頭拍的線條 各方面的東西都已經是 大家都好像差不多 都是一樣清晰的 線條是很實正的 解像力是不錯的 OK 所以這個 再看看恆生銀行這個Logo 這個是五千萬像素 恆生銀行 OK 接著再試看看主鏡頭 這個就是主鏡頭拍的 是一樣清晰的 是一樣清晰的 但是它呢 如果你是用這個 五千萬像素來說 你可以放大一點 在清晰之餘 還可以放大一點 這個就是有分別 OK 所以如果在陽光充足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 這個超廣角鏡頭 其實都可以用的 今次這部機 有一個賣點 就是它有一個 90hz的刷新率 其實我好像看到這個波波一樣 下面60hz來說 是一個殘影的 而上面那個 是順滑很多的 就以賽車為例 這些比較要求 高解像度和高格數的畫面 來講 我們來看看它的表現如何 來看看畫面 來講 很多車追著 其實有很多 特效 火花之類的 這些來講 仍然可以看到它的 仔細度 它沒有很厲害 狂野飆車 其實很多手機 都可以玩得到 但是 如果我們做一個 stress test 要測試到它最盡 的話 應該我們要找些很厲害的遊戲 現在最新 有一款遊戲 叫做完神 完神來說 我只是下載那款遊戲 都已經用了我半個小時 因為它有10GB的 這個容量 而這款遊戲 是類似GTA 整個場地 走來走去的 它耗我們機的資源 是非常之多的 甚至乎 一些旗艦機 玩這款遊戲 都會聰明的 好了 現在的測試 究竟現在這一部 講的入門版 Poco 究竟可不可以玩到它 我們試試它 開始遊戲 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 在手遊界 已經是高階 數一數二 要玩到它 都不容易 現在來說 這麼高要求的遊戲 其實它裡面 你看到 這裡 其實它是 頂籠 是去到60 要求 但是現在 這部機來講 它的硬件是可以去到90hz 所以 我們現在先試一下24 24來講 就只有這個 你看 你看 滑滑滑滑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殘影的 這個位 如果轉回到60 來講 轉回到60 再看一下它 已經是馬上看到一個順滑的 大家看到嗎 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般看的Movie 20fps 已經 我們不覺得 為什麼呢 我們一幅圖畫 看電影的時候 一幅圖畫 和一幅圖畫之間 我們的腦 會自動 有一個動態模糊 把它補位 所以 令到這件事 有一個動態 好像一個動畫 但是 打機的時候 不一樣 因為打機 每一個Frame 都有一幅很清晰的圖畫 加上我們是正在動的 因為我們會令它動 所以 打機的時候 如果是一些 玩得久一點 資深一點的玩家 其實他會很察覺到 有沒有 很厲害 我們先試一下24 先 24Frame 我們先看一看 其實你動的時候 已經明顯有點厲害 24Frame 是 大家記住 動的時候 是這樣的 24Frame OK 我們現在轉回它 先調回60 大家看 我再滾來滾去的時候 跟剛才比 現在的感覺 真的是C一般滑 你看 周邊的遠景 山 樹木 是不是C一般滑 這個就是 Frame 提高了的好處 打機來說 是很明顯的 其實這遊戲來說 你玩得到 你玩到 原神來說 基本上是超值的 而且是輕的 你拿下手 是不會太重的 打機來說 手這個位置 是不會累的 所以這部機 打機來說 我覺得是超值的 好 這部手機我用了大概兩三天 在陽光充足的環境之下 拍的東西出來 線條感 結實度 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是晚上 你開 用超廣的鏡頭拍照的話 霜音來說 都會比較重 但這部手機來說 有什麼賣點 對於我來說 天璣810這個CPU 我竟然是玩到 現在是最 手遊界的大作 有很多外面的機 都玩不到的 尤其是有時候 旗艦機來說 可能會很窄的 但我認為很詫異的來說 這部中階機 這部入門版的中階機 竟然是玩得到的 配合它的90Hz的刷新率 是玩到一般 玩到一般細滑的場景 這個真的令我很詫異 再加上它是右邊框 右邊框來說 它打機來說是很爽的 還有就是高階機 才配備的X軸線性摩打 如果是普通摩打來說 整部機這樣震的 如果你中了一槍的話 其實整部機這樣震的 但是 如果它是X軸線性摩打來說 它是有指向性的 即是說如果你在打打機 你中槍的話 它是突突突的 那你好像手指中槍 手指很感覺到 你中了一些撞擊的 對不對 就不是整部機在震的 所以這個是很爽的 這次終於支援外置SD卡 這次是1TB的 即是我下載很多電影 我可以放進去1TB的SD卡那裡 這部機這一刻還未公佈 如果它賣大概2,000元左右 我會馬上買 專門打機的 專門打機 我當買個Switch回來玩 今天Benny介紹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麻煩給個LIKE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麻煩給我更多有趣的影片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phase5 phase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